Say Hi 歡迎到Y.A.Berry 記得我們介紹過文具控、手帳控的一本好書 叫做原來手帳這樣玩嗎? 記得 好,那我裡面最喜歡的片段就是這個 製作水彩星球貼紙 其實這種貼紙一般會用在哪裡啊? 一般我們可以用在像是手帳或是拼貼的時候 它可以拿來裝飾 有看過很漂亮的色件本帖 都是類似這樣的貼紙 今天呢就是要來接續前面的介紹 實際的練習怎麼樣製作這一些 讀152的小貼紙 上次介紹書的時候啊 其實也有順便看到一些你的舊子 沒有錯 那我那個時候使用的素材呢 是灰薄的水彩色鉗筆 但是呢這一回我們要使用的是 Panel的水溶性色鉗筆 六色畫起來 那會有這一套筆呢 是先前奇樂丸文具的鵲瓶 它組就了一場文字碰文的聚會 那在那一場活動裡面呢 我們獲得了它提供非常精美的拼貼素材包 以及我們今天要開箱的這一套 水溶性色鉗筆 我們就一邊開箱試色 一邊擴充圓標貼紙的館藏吧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個貓咪的標準色 它很基本啊就是一些高彩度的常見顏色 再來第二個呢是小兔子的甜蜜色 它就是那種粉彩啊馬卡龍色系 看起來就是嫩嫩的柔柔的顏色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這一款熟的復古色 它感覺啊就是蠻時尚優雅的 那整體的明度還有彩度啊都比較偏低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西味鳥類的雞尾酒色 它顏色很飽和 我覺得應該算是標準色之外那種高彩度的選擇 最後一個是獅子的午夜色 整體來說啊它是比較偏像暗色系的 但裡面還是可以看到這種奶油黃啊 還有白色這一種很適合畫星空的顏色 那我們會使用到的材料啊 除了這一套筆之外呢 靈魂人物就是圓標貼紙啦 我們可以在一般的書店購買到像這樣子的圓標貼紙 但是一定要記得喔 要去選那種表面比較粗糙的 如果你選擇是那種比較光滑的話 一過來人經驗告訴你 那個畫不太上去 顯色度也不好看 它這一盒裡面的配置呢 就是會有像這樣子很秀真可愛的水龍杏色鮮筆 以及附有一支水筆 但其實我自己平常畫畫 我是會喜歡用自己的水彩筆來畫 那我們今天就是兩個都交錯的試試看 第一個我們要塗的是飽和的顏色 所以這整張圓標貼紙啊 我都會把它上得非常的飽滿 第二個我想用的是漸層 看它表現力怎麼樣 所以呢 像這種東西我通常就是會 一半塗得比較深 然後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那第三格呢 我也會先畫一半 可能這邊會比一半更少一點點 因為我這一格我想要做 混合顏色的效果 所以呢 會從另外一邊再帶顏色上來 那我們現在先塗完了這樣子的顏色之後呢 我們就來上色吧 這時候呢 我會準備一張紙放在旁邊 就是看一下它的那個水 夠不夠 然後記得喔 這個水其實不要塗太多 因為塗太多的話它就會暈開 第一個因為它是飽滿的顏色 我們第一個就是要來呈現它最原始的顏色 就是當你使用的時候 可以給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第二個是漸層色 漸層色我會先放在中間給它畫濕之後 往深的地方塗 塗一塗再往淺的地方慢慢隔過來 它這邊就是會變得比較深的顏色 然後越來越來越淺 就會變得淺 就會有漸層的藝術感 然後你看我們現在這個筆啊 有黃黃的感覺對不對 然後裡面這邊有水 然後你就這樣擠它 然後就可以把水擠下去了 變乾淨 但其實我還是比較喜歡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顏色是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顏色是 雙色的漸層 好剛才我們使用的是它的水筆 現在開始呢我想用的是我的水彩筆 我還有一個會使用畫圓標貼紙的方法 就是我直接先把筆沾濕 然後還要記得不能太濕喔 然後直接畫在筆上面 那前面我們試過飽和色了 我們就來試一下這個濕塗之後的漸層色 我也不知道它這個畫法它有沒有很正宗 但是它就是我會使用的畫法 我覺得它比起我剛才這樣直接塗上去的感覺 成色啊更容易可以去掌握住 那這個呢其實我還可以先在旁邊那邊試色 最後一個呢也是濕塗 但是我們是要用漸層 所以就試試看效果怎麼樣 完成了 好那現在光看這五套 你最喜歡哪一套的顏色 我自己個人是可能是鳥的吧 因為這種有包含漸層或是這種顏色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飽和一點 我覺得要視覺衝擊 那它又比標準色來講的話更好在哪 因為其實我也是最喜歡小鳥這一套 我覺得更豐富吧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它們的色調有點像 但是塗出來的感覺的話 這個感覺又更飽和 雖然可能是差不多的啦 但我覺得在畫的這個過程啊 跟我之前使用的水彩色籤筆比起來 它的顆粒感好像比較重 不曉得是紙的原因還是它這個筆的一些材質的設定 我覺得它的顆粒感好像比較重齁 就是有一種就是比較有材質的感覺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畫出了點材質感 哦 質樸的感覺 就好像比如說是一種紙質 還是什麼某一種紙 比如說我亂講雲彩質 或是什麼紙 不是會有一些紋路嗎 我覺得有點像這樣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畫出了這個東西來的 那除了這個小鳥的顏色之外啊 我覺得它的午夜色裡面 這幾個藍色的色系很適合畫天空欸 因為它的顆粒感就讓我覺得 好像就是銀河跟星空的感覺 我也覺得深色還不錯 我覺得這一套是深色畫起來 比較有那個感覺 你看這樣子擺起來 然後就是它那一張就有點消失 就空間裡面 哦 就60色裡面 對 就是它也沒有不好看 但它就好好看 像是說呢這個是基本款的試色 但這樣整齊的塗起來 其實看起來就很沾啦 強迫症的人會非常喜歡 而且它不只可以有這種塗顏色的應用 它呢只要加上牛奶筆 就可以變化出像這樣子漂亮的星球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就下集再去 接著畫起來畫下去啊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嘗試看看 所以現在是在排 這是什麼陣仗 這就是那個韓國偶像團體 他們的Live都會有像這樣子的對型 其實這一隊的C位是 兩隻鳥 我們就一邊開箱試色 一邊擴充圓標貼 又來 我在這邊四十五分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 跟隨工具書的腳步來進行的開箱實測 看上次A推薦的人 趕快去看起來跟著我們一起畫吧 來做一些屬於自己的小貼紙 真的非常有成就感 如果大家有成果的話 也歡迎在IG跟我們分享唷 好的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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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h